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史上最大投资抵减优惠,有台版晶片法案支撑的产业创新条例,已经于近日开始正式实行。台湾经济部公告,今年2月1日至5月31日受理企业申请。 根据2022年上市公司财报,台积电、联发科、瑞育、联永、群联、台达电、南亚科及化邦电等研发费用、研发密度皆符合申请门槛。 台湾经济部表示,抵减将自今年2月起受理申办,提供的租税优惠,包括研发费用的25%及购置先进制成的全新机器等支出的5%,皆可抵减当年营锁税。 至于适用资格,则是研发费用达60亿元,研发密度达6%,购置用于先进制成设备支出达100亿元,而且不限适用产业类别。 台湾经济部指出,由于母法中以明定有效税率2024年度为12%以及2025年度起为15%的门槛要件,因此可促使未达到此税率资格门槛的业者,努力达成以适用租税优惠,后续将组成审查小组审核申请公司是否符合国际供应链关键地位以及其他资格门槛要件等。 台湾经济部分享,产创第十条之二,数理申请时间自今年2月1日起至5月31日,企业需提供说明文件及佐证资料,包括公司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台名、进出口贸易等数据,作为技术创新和关键地位的审查指标。 根据2022年上市公司财报,台积电、研发科、瑞育、联永、群联、台大电、南亚科及化邦电等公司在研发费用、研发密度皆符合申请门槛,后续将由经济部审查企业提交资料,简合是否符合先进研发投资。 目前,已接获企业询问,申请实务问题。 与此同时,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开年首场法说会登场, 基益大力光上级毛利报加音,激励股价上涨,外资对台积电前景寄予厚望, 提出2024年全年营收预测、先进制程发展、海外设厂进度等八问, 牢牢吸住全球机构法人目光。 2024年以来,外资券商目光就没离开过台积电, 各大外资分析师与旗下客户品交换意见,台湾大选结果大致符合预期, 市场迅速转向台积电法说会,期盼释出正向展望,带领台股多头续航。 其中,外资券关注焦点包括几个方面, 如台积电2024年全年毛利率走势与第一、二级毛利率变化。 英特尔先进制程式盟,台积电如何看待? 董事长刘德因宣布,2024年退休后,台积电海外扩张意图会否改变? 先进封装产能扩张策略,全年资本支出,半导体产业景气复苏观点,各制程产能利用率走势,全年营收展望。 台积电近期发出公告称,该公司董事长刘德因将于2024年股东会后退休,并不再参与下届董事选举。 台积电提名,即公司治理纪永虚委员会,推荐副董事长魏哲嘉接任下届董事长,并表示将以2024年6月下届董事会选举结果为主。 对此,立基电董事长黄重仁对此发表看法式表示,应该有去向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请示过,不过到时最辛苦的会是总裁魏哲嘉,一个人要扛这么大的担子。 黄重仁称,台积电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副总等级的都很能干,但是没有说像刘德因与魏哲嘉是张忠谋一手培养的,例如一位副总业务能力很强,另一位副总很懂研发,可是当升上去的话,做研发的搞得懂业务吗? 黄重仁强调,台积电这么大的公司,一定要加紧训练人才。 此前,知名前外资分析师,柯克兰资本董事长杨英超,对魏哲嘉未来的领导表现表示乐观。 他认为,魏哲嘉在公司治理方向明确,对公司未来的稳健发展至关重要。 未来可以密切观察台积电这一两年的决策方向是否出现转变,由于目前的主要决策由魏哲嘉主导,若魏哲嘉仍保持一致,则反映魏哲嘉对公司未来方向的持续引领。 另外,市场关注台积电第一级毛利率,摩根士丹利证券半导体产业分析师詹嘉宏指出,因提供给苹果的3奈米制程晶圆代工降价,加上折旧加速。 更不用说,新台币最近相对美元升值,导致台积电2024年毛利率承压。 最新产业调查中显示,台积电本季可能稍微放缓5奈米制程机台,转为3奈米制程脚步,全年毛利率低点可能落在第二季,而非缘估的第一季,意味着台积电的季度毛利率不至于断崖时下坠。 台积电全年营收前景方面,即高盛、瑞银证券看好台积电营收年增突破20%后,摩根大同证券也指出,台积电在库存回补,AI需求300奈米制程扩张带动下。 2024年营收将增长两成,且来自AI加速器与智慧机系统及晶片SOC带动,使5奈米与4奈米制程的产能利用率优于预期,看好台积电重返荣耀。 2023年第三季度,台积电3奈米工艺节点的营收占比约为6%左右,到目前为止,3奈米月产能已逐步增加到10万片, 预计2024年对收入的贡献比重将更高。 3奈米节点中,GN3B之后,效能更好的N3E于2023年第四季度开始量产。 此外,N3P、N3X工艺也将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 关于台积电2奈米技术,此前预计将于2025年量产,客户对其兴趣浓厚, 特别是在HPC高效能运算、智慧型手机这两项应用领域。 目前,英特尔已经取得ASML手台HIGH等AUV曝光机,每台价值约4亿欧元。 尽管台积电尚未公布这类设备的采购计划, 但最新曝光机是实现2奈米制程工艺所必须的机台产品之一。 然而,尽管英特尔咄咄逼人, 近日台积电在台湾的供应链合作伙伴表示, 台积电将如期采用GAA全环绕炸机技术来生产2奈米制程节点, 位于新竹科学园区的宝山P1晶圆厂, 最早将于4月份开始安装设备。 P2工厂和高雄工厂将于2025年开始生产采用GAA技术的2奈米制程芯片。 由于台积电2奈米制程进展顺利, 宝山、高雄新晶圆厂的建设也在顺利进行中。 台中科学园区已初步规划A14和A10生产线, 将是市场需求决定是否新增2奈米制程工艺。 关于台中晶圆厂二期专案,台积电仍在评估客户需求, 并将在2027年决定,该厂将采用2奈米还是A14工艺节点。 台积电2奈米技术的顺利开展, 也为ASML应用材料以及多家台湾供应商带来商机。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